一份 我说我早上起来 鼻子冒泡 口干舌燥 原来是有高人 假道 你的症状是感冒 我告诉你 说在想当初 哎呀我豆腐 宇宙爆炸 形成了银河 天地之间一片浑浊 旁古开天 女娲造人 三皇五帝 一脉相传 一直到了汉代 一个真人 在炼丹的时候 不小心打发了卤水 在电光火石之间 滴答滴 滴答滴 滴答滴答滴答滴 就形成了一种食材 名叫豆腐 哎呀 这里面这么多事啊 这 一块小小豆腐 传承着劳动人民 智慧的结晶和文化的传承 你还能那么喊吗 不能了 所以你要挺胸抬头 气云淡天 双手挤握 奇蹺生烟 糟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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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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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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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就开始卖 一言没定 但是先卖给谁呢 没人呢 试试 美女且慢 鞋道是吧 团伙做爱 前后都有人 过来 我告诉你 我正找不着人撒气呢 那个 稳住 干什么呀 不干什么 卖豆腐 你卖豆腐 你要这么大画面啊 我们卖的可是高尖端豆腐 什么高端豆腐 多钱呢 二百块钱一块 二百 一般人买不起 买才肥呢 我是一般人吗 我这太不一般了 我们腿打一指 闭嘴 我就和领导层说话 给我介绍介绍豆腐吧 我们那个豆腐 手工制作 童手无欺 美容养颜 还能消压介绍 还能解绍呀 我们那个豆腐 你可以抓 可以切 可以拿脚踢 给我来一块解绍器 干嘛呀 先二百 买它闭嘴 再给你二百 给我来块豆腐 好 就好 maar ел 谢谢大家